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给您做这个Xcode视频 上期做是第一期 带大家入了个门 今天咱们再做点其他的程序 什么程序 是这样 我想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图片缩放的这么一个APP 同时用到咱们整个画面或说view的状态管理 好不好 OK 那咱们马上开始 咱们开始 咱们建一个Xcode工程 我的电脑有点慢 虽然我是imarc 但是还是有点慢 我叫做myapp 没问题 然后组织小马 然后这是我的域名 这都是默认的 不用动 咱们下一步 然后就在我的桌面上 咱们建一个文档 没有问题吧 然后把我的Xcode最大化 是有点小bug 但是不影响咱们正常开发 好不好 把它调整一下 它挺稍等 OK 然后咱们刷新一下 让这个预览窗口能出来 这个预览百分比 咱们变成这个75%算了啊 说不慢 咱们我的电脑还是有点慢 出来 大型hello world 就是现在这hello world 对吧 咱们再加点数字 比如说 右边应该能够动态反应 没有问题是吧 OK 今天呢 我给您做一个这个简单的图片的缩放 那么咱们既然做图片的缩放的话 咱们就要先有图片 对吧 咱们应该是在咱们的这个Xcode里面呢 咱们首先加一个资源啊 在这个assess这个地方 咱们加张图片啊 我看咱们就加一张图片 然后咱们这个图片咱们就叫做 是这样啊 我呢 准备好了一张这个JTA5 Twiffer的图片啊 所以咱们就叫Twiffer行吗 老翠是吧 图片怎么加 大家请看啊 这个地方我给您准备了一张图片 是吧 Twiffer我把它加到咱们工程中来啊 这样的话 咱们这个工程通过这个Twiffer这个key 就能够访问到这张图片 好不好 然后呢 我想想 我再加一张其他图片 我再加一张吧 再加一张我这个小码图片 请稍等 咱们再加一个图片集就叫做 小码好不好 小码视频的小码 然后呢 是我的这个经常用的图标 好吧 我也把它拽过来 放到这个地方 这样的话 大家请看 我的系统中呢 有两张图片可以调用 对吧 那咱们怎么做 马上试一试啊 咱们回到咱们的view 没有问题 然后这个是一个text文本 咱们不要把它删掉 然后呢 咱们用这个image image这个view 然后呢 咱们在这个地方 咱们马上就能够敲上 刚刚咱们加过的图片 比如咱们敲这个催缝 是吧 踢催缝 然后存盘 右边可以预览掉 我把我这个画面 最大画一点 OK 大家请看 右面出现了老催 是吧 这怎么还得再刷新呢 右面出现老催 但是呢 咱们双击单击 怎么点呢 它是不能动的 咱们呢 让它能动 让它如果想让 咱们这个swift里面图片能动的话 咱们首先给它加一个属性 叫做resizable 就是说 它是可以被重新设置大小的 对吧 叫resizable 这个属性呢 它就可以动 然后咱们再设上一个 这个显示的百分比 aspect ratio 对吧 这是显示的模式 咱们给一个是这样 这个可以给填充 可以给这个fit 咱们先给个fit 对吧 让它适应咱们整个的屏幕的大小 对吧 填充 那就整个把屏幕填满了 对不对 ok 然后为了让您看得更方便 我在preview里面 咱们再加上一个navigation bus 这样咱们会看得更清楚 同时 我还可以在我的画面上面 加上一个title 好吧 拷位过来 存盘 大家请看 整个屏幕向下移了一点 为什么 因为它多出来一个导航条位置 咱们怎么看到导航条 我可以在这个位置给它加上一个 那么整体页面的标题 好吧 咱们就叫做崔佛 老崔是吧 咱们就叫老崔吧 老崔 老 哪个崔 这个崔是吧 老崔 那请看 老崔出来了吧 ok 咱们加上一个老崔 然后再做一个显示模式 这个咱们就选择这个自动阴烂 蜡指 咱们选择阴烂是吧 那填到咱们整个画面的上方 没有问题吧 然后上下还有点安全区 然后咱们先不管安全区 安全区的话 以后我会给您介绍 ok 这样的话 咱们就等于添加上了一张图片 然后我想达到的效果是什么呢 是我这个鼠标 当点击老崔这图片之后 老崔会放大 再点击一下 就会缩小 那么怎么做 是这样 如果咱们想监测 咱们是不是点击老崔的话 咱们应该有一个布尔形的变量 来记载着 我是不是点了老崔 对吧 那么咱们怎么做 咱们需要在模板级 加上一个状态管理类的变量 这个咱们是私有 然后咱们就把它叫做zoomed 是吧 我这老崔是不是被放大了 对吧 ok 然后它是布尔形 没问题吧 默认的话 咱们是老崔不放大 对吧 是默认的这个小图 ok 这就没有问题了 然后咱们在这个显示模式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内容模式的地方 咱们做个调整 咱们现在是fit 对吧 咱们还有一个feel feel的话呢 我刷新鲜 feel的话呢 是充斥整个屏幕 对吧 ok 那么咱们应该是用这个zoom的变量来判断 如果老崔zoom的话 那么是全填充 如果没有zoom的话 是fit 对吧 那怎么写 这么写啊 这个问号表白是在其他语言中也有啊 叫做这个self模板级 对吧 然后咱们这个zoomed 如果是zoomed的话 它会填充全屏 否则的话 deafit 稍等 这样写 大家请看 这就是描述型的这个语言 对吧 那么现在是不是zoom 对吧 现在是false 是吧 它没有zoom 所以说呢 咱们点击的话 并没有任何反应 老崔呢 也是走的是这个fit模式 对吧 那么咱们如果点击老崔 让它发生一定作用的话 怎么做 咱们需要给这个图片对象 增加一个视践 对吧 一般的这个语言中 叫做这个onclick 在咱们这个iOS里面 叫做ontop ontop手势 对吧 出来之后 咱们在这跳啊 叫这个self.zoom 让它等于toggle 这样的话呢 它会每点击老崔一次呢 它都会自己自辨量做切换 是吧 少总我整理一下代码 没有问题 然后咱们试试 我现在代码已经编完 这个字母的随着我点这图片之后呢 它会true force的自动切换 咱们看是不是切换 注意看 go 没切换 为什么没切换 是因为这样 咱们是preview状态 咱们应该是点这个让它启动起来 变成live build状态 好不好 少总啊 它正在编译 我的电脑有时比较慢啊 现在应该行了 试试啊 大家请看 当点击老崔变大 再点击变小 大家请看 完成了图片缩放是吧 但是大家注意 我现在缩放感觉有点硬 对吧 确实有点硬啊 那么怎么办 咱们在这个地方呢 加上一个简单的动画效果 咱们swift UI实现动画非常简单 有一个关键字叫做with with animal 稍等啊 啊 我写错了 animation 然后什么都不写 就直接一个大括号扩起来 把咱们zoom的变量放进去之后 存盘 咱们再试试啊 大家注意看 大家请看 是不是有一个动画效果啊 非常的不错 这个效果我是非常的喜欢啊 OK 然后咱们大家记不记得 我还加了一张我小马的图片 对不对 我想把它也加载到 咱们整个老崔的图片当中 该怎么做 咱们这个地方会用到一个Z stack 咱们按住这个command 然后点击鼠标 我看它是有没有 它是还没有Z stack 咱们选择一个H吧 然后咱把这个地方改成Z stack Z stack是向屏幕垂直插入内容 对不对 OK 咱们在下面再插入一张我的图片 对吧 image 然后刚才我的图片叫做小马 没有问题吧 有朋友说刚才你哪张图片 咱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 一个是老崔 对吧 一个是不是小马 对吧 我小马是这个绿的 对吧 那么这个地方看到就是这个绿的 没有问题吧 OK 这个地方咱们再重新preview一下 然后这有一个大型 这地方有一个固定的小针 咱把它挑上 这样这针就不会变了 OK 但是咱们大家注意 我的小马图片其实比较大 咱们如果想把它缩小的话 该怎么做 对 resize 对吧 这个东西没有什么技巧可言 熟能生小 你就多练练 就能够熟悉 然后我的图片还是比较大 咱们给它加一个frame 把它变小 比如说我调成50高50宽 然后对齐方式 咱们就调成中间对齐 就好了吗 一存盘 大家注意看 我在这个老崔的图片之上 又覆盖了一个我的图片 对不对 OK 咱们比如再给它设点 简单的设点这个padding 是吧 padding 比如说咱们给一个全padding 给一个10 看不出效果没关系 咱们需要修改是这个ZTAC属性 让我的两个图片别居中对齐 让它做一个比如说居上对齐 或居左对齐 居右对齐都可以做 咱们试试 咱们要修改ZTAC的属性 怎么改 这里面有一个对齐 咱们选择 我想想 是这样 根据zoom的方式 咱们可以调整选择的模式 咱们暂时先不调 给它做成一个上对齐 后面这些东西 咱都不要把它删掉 这是内容的一个臂包 删掉 没有用 这样写就可以 大家看 我的小马图片是不是上来了 对吧 有事说 我两张图片 用ZTAC方式进行对齐 让它进行top对齐 因为我在这个地方加了一个padding 所以说它有10个padding 不加的话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是没有任何的风气的 对吧 我给它加了一个10的padding 没问题吧 是这样 咱们现在上对齐 比如说又上对齐 怎么做 很简单 在top这地方咱们再改一下 改成叫做trading 大家请看 是不是就过来了 OK 那么我现在再点击老崔这张图片的话 注意看 没有 为什么没有 没有来不必 启动起来 OK 再点击 大家请看 我的图片消失 为什么 因为咱们在做ZTAC的时候 这两张图片是右上对齐 对吧 这个位置 那么如果老崔这张图片被放大的话 其实是这个ZTAC被放大 那么这ZTAC被放大的话 这两个图片就是右上对齐 所以说我小马的这个图标 您就看不到了 那么怎么办 可以 咱们做个设置 就说 如果zoom的 如果老崔被放大了 那么咱们的对齐方式 就不做右上对齐了 咱们仅仅做上对齐 那么如果没有缩放模式 咱们再做右上对齐 怎么做 好不好 是这样 在其他语言中 可能咱要按上这个 unclick事件 再做一些编码 对吧 可是在咱们这个 Speed UI 声明式数据绑定特征的 UI构造的时候 咱们就会这么写 在这个对齐的地方 咱们写上一个 self.zoom 没问题吧 如果zoom的话 那么咱们让它做上对齐 如果没有zoom的话 咱们做右上对齐 可不可以 试试看 注意看 你上演了 大家请看 当这个图片放大的时候 对齐模式 由右上对齐 变成了top对齐 所以说 我的这个小图标 自动会跑过来 因为这个地方 咱们加上一个动画 所以说 您在这个地方 看到了动画 没问题吧 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对吧 那么今后 咱们在做 咱们自己的APP的时候 如果加张图片 如果想让用户预览 如果想让用户 还能放大的话 您就可以采用这种技术 进行放大 然后我还会再给您 做另外一个视频 咱们不但能够放大图片 咱们还能够拖拽移动它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 我会一点一点的 给您讲解 Swift UI的手机开发 反正我目前是 非常的喜欢这个框架 咱们就一起来学习吧 好 那么这个视频 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您观看 咱们在今后的 IOS Swift UI的开发视频中 再见吧 拜拜